好,我们见面先是深情的拥抱 最近在网上一直流传两位胡同的信 一芳当初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封信 也是写出我作为一个观众的感受 也是希望把电影一直希望传达的一些人文的感情 两代人的那种感情 再去让大家去指导去认识 冯导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回信版 你想到李一峰会给您写这样的信吗 对,她那个信版让我觉得很受触动 因为她普通了这个电影里没有多 她把这些人物关系的这种来源去漫 我说既然这样 因为我们变成电影的长度的关系 我们其实有一个三小时十分钟的版本 今后会和大家见面 但是在这几个人上映的里面 我们只能上映一个两个多人出版 那么这个电影达到的丰富性 人物关系 它的那些我们刚才说的来路剧场 我就不不在加强里面 我趁着这个回信 和观众 做一个进行的交代 确实是而且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你说实话心里是挺难受的 因为最后相当于小波是在一个昏迷的状态 然后六年也不在人世了 所以其实这两部戏也是弥补了大家看完电影 可以说是满足了大家情感上的一种诉求 我们也特别想看到这样一种父子之间的互动 但是到了今天 你看 一 电影马上直奔整个亿 二 这么多媒体 这么多明星 这么多朋友 来到了剧场 生意做的还是不错 你看 是 而且一封 写完那封信之后 在网络上有一段时间销声秘迹了 没有看到你发微博 什么的 你在忙什么 在准备什么 筹备进今儿的那个 吃什么呀 喝什么呀 都是你买单是吧 不不不 大家开头都签华业 我听说你给冯导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礼物 有吗 有 什么呢 我特别好奇 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 做什么事情得讲个规矩 是 你开一个餐厅得有执照 或是正当务业 吃饭 哈哈哈哈 这个 个体共杀护营业执照 这是你们的这个酒吧剧一听的是吧 来我们媒体朋友拍一照片 是挺难受的 因为最后 相当于小波是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嘛 然后六年也不在人世了 所以其实这两部戏也是弥补了大家看完电影 可以说是满足了大家情感上的一种诉求 我们也特别想看到这样一种父子之间的互动 但是到了今天 你看 一 电影马上直奔整个亿 二 这么多媒体 这么多明星 这么多朋友 来到了剧一厅 生意做得还是不错 是 而且一封 写完那封信之后 在网络上有一段时间销声匿迹了 没有看到你发微博 什么的 你在忙什么 在准备什么 就筹备进阶的那个 吃什么呀 喝什么呀 都是你买单是吧 不不不 大家开头都欠华业 我听说你给冯导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礼物 有吗 有 嗯 什么呢 我特别好奇 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 做什么事情得讲个规矩 是 你开一个餐厅 得有迟照 嗯 不是正当务业 有迟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 个体扣伤不赢也知道 这是 你们的这个酒吧去一清的是吧 来我们媒体朋友们就拍一照片 有点有意思 有意思啊 好 这非常有心意的一份礼物 也是一封特别策划和准备的 送给我亲爱的薛君 那 那那就是冯导带着六爷给领了呗 这个执照 呃 我替六爷领了 嗯 而且 我都去这儿喝酒的 都欠我的单 都欠你的单 而且冯导这次演的这个角色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还拿了一尊影帝 呃 您做演员也正式有营业执照了以后 您不光多多导戏还得多多演戏 我们想看 好吗冯导 千亿不会出手的 哈哈 但一出手就不一样 出手就不烦 这样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两位 冯导先暂时留在台上 一封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好 那这样 我们再跟总统我们一起再看一个VCR 六爷 我是小飞 出来很久了 有些话才不能说 可我觉得 你能听到 很小的时候 就做过一个梦 好 电影当中的父子情 应该是感人至深 来我们 第一杯酒呢 我们敬父子情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共同举杯 来我们为父子间的这种至深情谊 干杯 好 谢谢 谢谢几位 谢谢 来 干吧 哦 好 好 谢谢 请几位等一下暂时休息 我们再来看起来VCR 我都得到我没喜欢啊 我都得到我没喜欢啊 我们俩活了 三个了一国 您也说说吧 您这代人怎么理解 兄弟情谊 这个好像 就是好像 就是 好像 如果在那个年,或者说现在,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男性的朋友,如果你付出真正一种想法,我觉得你是真正一种想法,你很难说自己成为这种朋友,或者说我们说的歌舞,是这样的。 就是,好像,就是懂事那天,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应该在学业里,在学业里,因为如果没有唱歌,如果参加过,就能不能拍照。 我们知道,对,因为我们知道道哥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一个,很丈夫的人。 是,旁边的鲁诺,其实你的角色,虽然说,他不那么讨人喜欢,但其实他也是很仗义的呀,对不对,他为他的兄弟也是能出头的。 嗯,对,其实我是为小黑鲁,对。 嗯,我感谢大家同时,我要给小刚老师给六爷道个歉。 嗯,那一巴掌伤的人。 嗯,对。 是不是特难下手? 嗯,其实就刚才说到,小刚老师气场有多强大。 嗯。 嗯,说的真事,我看这巴掌似的说,其实我被弹出去的音乐了。 哈哈哈,是说的特别卡通。 我也是,对,对。 旁边的余霍伟,你也跟我分享。 这手机你拍了吗? 我拍了。 那个,嗯,我说话之前其实有一点很酷,首先,就说,你要跟热爱老套的说什么对不起,跟热爱小套的说什么对不起, 在里面欺负了老套,打了小套也忘了,其实呢,我觉得龚叔这个也挺账的,他要我他对意义气的理解,就是受伤之多,办事儿的,本来刚才他其实已经说好远了,对我也说,没什么想对我那样,紧张亮的,其实很开心。 包括在路亚里面做过,好像我愿意,大家过去看那片,然后看完就过来就好了。 你回头也录一个那种改过自新的视频,在网络上播一下,大家就原谅了对吧? 其实我对兄弟情侣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陪伴,应该是依靠,应该是单事儿,但这个单事儿,我觉得完全没有立场, 我觉得也不能一起认识,我觉得还是用一些成熟的智慧,来去解决问题,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你闲一点跟我们说两句吗? 我觉得,我的这个角度呢,然后网络之前就比较好,就是,冰队的,冰队的,冰队的,对,反正我觉得,第一次,冰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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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皇后是厨队的,冰队的,冰队的,冰队的。冰队的,冰队的,冰队的冰队,冰队,冰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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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